首相宣布第一阶段复苏计划再度延长 多数行业开工遥遥无期 中华总商会中小型企业组主任孔令龙认为 非关键行业已经撑不下去 政府应该检讨全面封锁措施 针对性按照个别行业的感染风险 允许两到三成的员工上班 以免更多中小企业在疫情中倒下 同时美法协会主席傅俊祥直言 政府推出的经济补助措施 看得到却拿不到 中小型企业无论是借钱或是暂缓还贷程序都相当复杂 政府应该再推出自动暂缓还贷措施 避免爆发新一波倒闭潮 全面封锁再度延长 不少行业开工的希望破灭 也是亚洲协会联盟美法协会总会长的傅俊祥受访时指出 我国新增病例居高不下 其中来自工厂的感染群是罪魁祸首 来自非关键行业的感染比例 占比却相当小 他认为政府不应该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小企业 而应该允许非关键经济领域复工营业 西亚人民都知道化设来自哪里 来自吉兰 来自工厂 来自生产业 那边来已经有了60到70%的感染群 但是他们在此一次的MCO3 可以继续的营业开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数字没有跌下来 为什么都是来自那里的 反而我们这些小小的生意的 Business Ok Industry 在Shopping Mall的 还是在每一个行业都好 我们的感染群只是1% 0.8% Shopping Mall的感染群只是0.8% 为什么要关掉我们 防疫固然重要 但经济也不能置之不理 中华总商会中小型企业组主任 孔令龙受访时也认为 防疫和经济应该取得平衡 如果非关键经济领域开工 无限期推迟 恐怕引发更多问题 孔令龙强调 如果政府要允许更多行业复工 除了可以让相关企业 20%到30%的员工上班之外 也应该对症下药 对高风险行业采取适当的封锁措施 以免我国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在哪一个领域它比较是危险的 高风险的 哪一个区域它是高风险的 如果能够全面的检测的话 还有哪一个年龄层它是高风险的 还是你在学校比较高风险 厂比较高风险 还是我们的办公室 办公楼比较高风险 这些数据如果是很快 在筛选过后拿得到 它就可以 好像你讲的针对性的控制 不至于一刀切 你是讲前面的所谓的 关闭封锁 这样会对于所谓的人民的生计 还有企业跟人民的信心 在延长封锁的同时 政府也承诺会推出救济配套 但不少公司持续发生资金链断裂问题 傅俊祥透露 很多中小企业都无法借到钱 要等到申请通过 恐怕公司已经熬不过寒冬 西登倒闭 你既然是全面封锁 你要跟之前一样 MCO1的时候 就是那个 Molitorium or Loans 是要自动化的 因为你要去申请的时候 每个人说按你申请 就有很难的 你要很多的Document 这些东西 那些小生意人 哪里会做 一些老人家 哪里会去做 他们要供车 供物供楼的 而且如果我们 比如说我也是Landlock 我租给人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可以不供 我也可以扣给 我的租付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没有 自动化 是很难的 你要去申请 现在PKP怎么去申请 银行又没有人有开 要做这个 做那个 根本是 延长那个时间 孔令龙则指出 如今还有不少行业 不能营业 多数公司的储备金 在去年行管令时 已经消耗殆尽 只有部分企业 还能够撑 两到三个月 他建议政府 针对这些 无法开业的公司 推出自动暂缓 还贷措施 舒缓企业资金 吃紧问题 孔令龙认为 无论是关键 或非关键企业 在我国经济中 所扮演的角色 都非常重要 与其禁止 非关键领域 公司开工 政府倒不如 设定更严格的 防疫准则 帮这些企业 重新营运 以免我国抗疫 还没成功 国家经济 就先被搞垮 把握空间谈有声 吉隆坡报道 吉隆坡报道